从地震到现在 花莲县的副义长潘岳霞也都一直收到 外界扇心团体要给予的关心及物资 这几天他把物资整理好 一亿发送给需要的民众 比较特别的是灾户都可以拿到一盒冷冻食品 让拿到的民众都说很方便也很暖心 918地震至今快一个礼拜 还是有许多道路 民政问题还没有解决 花莲县副义长潘岳霞也都不断的收到 外界扇心团体给予的关心跟物资 这几天也把物资整理好 一亿发送给需要的民众 比较特别的是 受灾户都能够拿到一盒冷冻食品 让拿到的民众直呼很方便也很暖心 这个隔水加热就可以使用了 有那个姜母鸭还有猪脚 还有其他的一些料理食品 那还有矿泉水 那该有的物资我们尽量 这里是我们的故乡嘛 那自己的家乡人 特别一些长辈们 一些长者真的是行动非常不方便 拿到物资的长者都表示开心 另外潘岳霞也表示 这个冷冻食品是由清朝食品陈文豪先生 凌晨四点从宜兰开车下来 以及樸实购果林坤平董事长所提供的物资 今天跟里长也想说 我们里面尤其是在大雨里 我们就一户一户去看一些老人家 因为他们出门也不太方便 尽量把物资送进来 让大家比较安心 那水政府机关也已经 那个加水站已经也安置好了 那饮用水要喝的水 这一两天有物资进来 我们很多的我们服务团队 还有我们大雨里办公处 大家都是同心协力 来关怀我们每一个受灾户 这次地震影响造成民众生活上很多不便 居住者大多是年长以及年幼小孩 很需要外界的帮忙 很感恩外界的善心人士送物资 也让在外县市工作的家人 看到他们的家乡有及时被帮助 也让他们安心 接着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